我看一下这一题 他说上小型ABC是一个直角上小型 珠在BC上行不行 他说B珠是几 10 角ABC是45度 A珠是60度 来求AAC的长度 来基本上像这种题目 求什么你就假设什么 今天要求谁 求AAC 行不行 我先假设ABC的长度是几 AKS好不好 好麻烦你测试哦 你先看这个60度好不好 先看小的这个直角上行 来60度比例是几 2比1比 根号3 根号3变成是1 用乘来除了 根号3要变成是1 是除以根号3 所以说这边是AKS 可见这边的事情 根号3分之AKS行不行 因为他比例是2比1比根号3嘛 根号3变成是1 是把除以根号3 所以AKS除过变根号3分之AKS 看完小的 麻烦你再看什么 再看大的这一块 来告诉我 大这块是几度 45度 45度是什么腰 整腰 可见这两个腰有没有一样 有 所以说我知道这整段事情 10加上根号3分之AKS 会等于这段事情AKS行不行 所以说这整段事情 10加上根号3分之AKS 会等于AKS行不行 如果去分母把大家同乘起根号3 变10根号3加AKS 会等于根号3AKS 这样行不行 打一下 所以10根号3 会等于根号3AKS捡击AKS 这样行不行 好 洗到这边之后 麻烦你提出AKS好不好 把这边移过去 所以AKS会等于起 根号3-1分之 10根号3 洗到这边之后 麻烦你把有理化 怎么有理化 把分母帝翻 把平方减平方 平方3平方1 相减472 10根号3不动 有理化说 根号减一改成根号 加1 这样行不行 所以写到这边之后 麻烦你一件事情 来 把约分约掉好不好 变成5根号3 乘上根号3 加1 这样行不行 配合题目的选项 把根号3乘进去好不好 根号3乘根号33 根号3乘1根号3 所以乘起来是5乘上起 5加根号3就出来了 可不可以 可以把这边看一下